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伊尼,我們現在打一下全新的柱之男,地獄及柱之男的可怕 那這邊帶大家用龍黑金來通關,這一隊唯一要注意的事情就一樣是血量要符合4N加1喔 就是你的尾數兩數,必須是以下數字其中一種,這樣才可以 好,那隊伍跟龍科配置還有疑惑沒看清楚,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剩下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好,第一關這邊我們可以開法格恩,然後直接轉發C 好,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二關 好,第二關我們就開龍黑的記憶點按,然後大力轉不要手消光就可以了 對,而且這一隊其實打蠻快的齁 五分鐘就可以解決了 好,接著來到第三 好,第三這邊的話呢,我們開龍黑記一點水 然後這邊轉到無數牆,但是不要手消到火珠 好,這邊就有達成他要的了齁 好,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接著來到第四 好,第四的話呢,有卡珠的話記得先綠珠 尤其是那個角色珠下面那一格齁 阿如果沒有卡的話,我們就直接開龍科之力 然後抓自己的龍黑金角色珠,手消全水火木 然後放進格子裡面去 好,那龍科之力開下去的增傷非常的巨大齁 好,所以這邊帶走,沒問題 好,再來二血這邊我們開龍黑的記憶去還原碎裂 好,然後我們開那個蜥蜴,然後我們就點暗星暗 好,我們把其中一組暗跟星切開來,就會是5C齁 就是五組一樣的珠子,跟我畫面上一樣就可以了 好,這邊一樣帶過去 來,接著來到第五關 好,第五關一血這邊我們開龍黑的記憶點火 好,然後我們就大力轉就好了 你如果想要無視暴風的話,可以抓法格恩的角色珠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開羈絆齁 羈絆是要有雙滿的地獄級打工 好,這邊一血就帶過去,沒問題 好,來接著二血齁 二血的話我們就開龍黑的記憶 好,然後我們開恐龍王 好,再來我們直接開龍科之力齁 好,然後再開一次龍黑的記憶 如果血量不是4N加1,這邊開招會直接死掉 所以要稍微注意喔 好,然後再開一次恐龍王 好,那這邊最後就大力轉就可以了 好,來這邊太過去沒有問題 好,那就準備來到王關囉 好,那王關的話有三條血,第一條血的話我們開龍黑的記憶點水 好,然後大力轉不要手銷到光珠就OK了 好,那有無視減傷抗性齁,所以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好,來接著二血的話呢 這邊我們就直接開小龍兩次 然後轉到兩組十字就可以了 好,你看我幾乎是不轉珠喔 好,這邊先帶走一半 好,另外一半的話呢就是小龍再開一次 好,然後我們一樣去符合他 好,這一回合甚至沒有天降 但如果夠的話,大家就不用擔心了 好,來接著第三條血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法格恩 好,然後我們轉到10C 葬氣有內建無視齁 好啦,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就是龍黑經過這個柱之南地獄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譜!